好 老師 諸位菩薩 大家廚上好 師父好 好 那我們繼續跟大家講這個 勸發菩提心文當中 講的發菩提心的八種形象 我們在上一次的共修會當中 講了協證這一組 那我們今天要講真偽的發心這一組 那還記得上一次協證是區別在哪裡嗎 我們簡單複習一下 邪的發心的人 也就是你雖然已經入了佛門 可能也皈依了 可能也受戒了 那你也不斷的在做一些散法的功德 可是呢 你只是純粹就是做事項上 事修上的這個 事修而已 你沒有常常去反觀製造 反觀去絕造去自己的心性 是不是煩惱少一點 是不是智慧多一點 那這樣子的人呢 他的發心大部分都是向外攀緣的 攀緣什麼 攀緣世間的這些人啊 事情啊 還有霧 也就是這個世間的這些明文利啊 還有自己所耗耀的 這個世間沉浸啊 這個五欲啊 色身香味醋 還有這個財色迷失碎的這些欲望的追求 這個就是邪的發心 乃是希望未來的一個人天的一個果報 這個都是屬於世間的一個發心 欲求欲樂的一個追逐 這個是邪的發心 那正的發心喔 就是已經慢慢能夠怎麼樣 發起一個自覺 透過聽文 訊息佛法能夠發起一個自覺 而且他能夠自己去調整自己的心念 這個時候就叫做正的發心 因為這時候他已經從 世間的欲樂的追求 轉成出世間這個聖道 生命這種智慧 清淨心空性智慧的一個開顯 這個叫正的發心 也就是從世間轉而成出世間的這種 散法欲的這個部分 已經不是只有世間的這種樂求 好那我們今天講真偽的部分 先講偽 因為偽跟大家比較比較相近 偽的就是說我們一樣是發心的 在世間的這種欲求當中夾雜了 一些出世的欲樂散法欲 那可是呢 在這種實踐上 在落實上 他不夠精進不夠努力 然後生了懈怠懶 然後導致修行 就是身口意啊 不如實啊 也就是不如你所聽文跟見文佛法當中 所說的這些意 這個叫做為 因為不實 所以叫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醒安大師的 全化武力新聞的這個內容 第三個為的發心 有罪不忏 有過不處 內酌外傾 什麼叫內酌外傾 就是你表面上看起來 他形象上都做得很好 就是也很如法 也很如意 可是內心怎麼樣 內心煩惱非常糾結 遇到人事物啊 常常會有那種過不去 沒辦法打開的那種心結 心有千千結 就是這樣 內酌外傾啊 那始情終代 也就是你剛開始可能發了一個 耗耀菩提 耗耀佛聖的一個心 可是怎麼樣 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原因有種種 很多種 可是大部分會出現這種 初衷會動搖的 其實就是退心啊 退失菩提心 那也就是因為可能懈怠啊 懶惰啊 覺得困難 或是覺得 啊我就這樣就好了 反正現在也沒有那種急迫的需要 就是死情終代 雖有好心啊 多為名利之所夾雜 也就是雖然你發了一個出世的心 要修學活道的心 可是偶爾又會怎麼樣 就會又回到原來的面貌 所以原來面貌不是那個本來面貌 而是你現在之所以成為凡夫的那個喜氣 又會跑出來 這個多為名利之所夾雜 那個煩惱心 我見我愛我慢我貪這種煩惱 種種 再來 雖有善法 富為罪業之所懶惡啊 這個就是說 你看前面是有罪不燦 有過不除 這邊是雖有善法 富為罪業之所懶惡啊 如是發心 弥之為為啊 這個就要講到就是我們雖然是修學種種的善法 可是因為我們還有叫做業力啊 業力你知道嗎 因緣果報那個叫業力喔 因為我們過去有一些善惡業的造作 所以我們現身會有善惡業的果報呈現 那因為我們八世田中 包括我們現在所經驗的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自己變現 從八世田當中你過去結的緣 種的因 現在變現這個果報出來讓自己受用 那這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 所以這個就是會造成我們 之所以沒有辦法一直精進乃是有懈怠 乃是根本也沒有辦法修行的原因 因為有時候你根本二夜來的時候 你根本受苦都來不及啊 怎麼還可能想到學佛修行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喔 那在講這個的時候就會講到一個狀況喔 很多人常常就問啊 問說師父 那我們學佛是只有念經拜燦就好嗎 有沒有人有這個問題的 你們覺得學佛除了念經拜燦這樣夠不夠 還是還要再加一點什麼 好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這個喔 這個看得到嗎 那個字有點不是很好看 大家忍耐一下 我們學佛啊 剛剛這邊講到 有罪不燦有過不楚 復為罪業之所來物 這個講的是指一個 我們平常啊 在受用我們的這個生命的果報的時候 其實我們學佛的弟子要去面對的 喔 可以有兩個面向來講喔 一個就是你現在已經在經歷的 那個已經是從你的阿也事裡面 變先出果報讓你受用的 自變出來的這種果報 這個你要去調伏他們 這個叫做生死的業力 這樣理解嗎 那有另外一個要去調伏的 就是影響你會去怎麼做 怎麼身口異形怎麼造作的一個主要的關鍵 也就是你的知見 也就是你的想法 好 那這個生死的業力 這個我們現在從受用上來講 這個已經形成果報了 這個是從果 就是你現在受果的角度來講 你看到這裡一個果喔 好 那這個從你的知見的一個矯正 從政治見聽聞魔法 政治見這一個部分下手的 這個是調伏我們的這種 之間的顛倒跟妄想 這是從因上去做調整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啊 我們要去調伏 讓我們自己的生命 你說我的生命怎麼樣更順暢一點 怎麼樣善緣多一點 怎麼樣利緣為緣少一點 福報好一點 其實就是要從這個調伏來的 生死的業力調伏有哪些方法 就是你剛剛講的 人家在問說 我如果誦經拜燦 這個夠不夠 這個就是在調伏你的 生死業力的部分 也就是從果上來講 已經展現的 已經顯現果報的 你要調伏它就不好調伏 可是有沒有方法 還是有 就是透過歸易三寶 禮拜懺悔 送經 還有發福提心 發願回向 這些都是在調伏 這種生死業力的方法 我們平常啊 拜水燦啊 拜兩方燦啊 拜藥師燦 拜準提燦 這些所有的 都是在做這個業力的調伏 讓他的種子啊 少一點現行 那現行的 已經成為果報 你現在已經在受用的 怎麼辦 那就要發菩提心了 就像地藏經裡面講的 那個地藏的菩薩過去啊 曾經是光木女的時候 他怎麼救入他媽媽的 他媽媽因為殺害 這個毀謀的這種罪業 多三二道 結果多地獄 然後等到他出來 妥身做人的時候 貧窮下見 當杯子的女小孩 然後壽命13年又怎麼樣 又要掉地獄去 那這時候地藏的菩薩就怎麼樣 發菩提心 生生世世 救度三二道的苦難眾生 就是因為這個菩提心的因緣 讓他媽媽 還有同時在地獄受苦的眾生 往生到 倒立天 生到天界去 所以這個就是菩提心啊 度亡啊 救度亡靈啊 其實就是要發菩提心 要發菩提心 而且這個菩提心不是別人幫你發 是要什麼 自己發 要自己發 所以這個是在調伏重大生死業力的 從這個部分來講 你就要用這個歸一禮拜 懺悔 發願跟回向 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講良黃寶餐的那幾個方法 都是在調伏這種生死業力的方法 好那另外一個部分啊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寫一個八 這個八指的是指第八的意思 從我們這種業力 從這種夜市倉庫 去調整喔 透過歸一禮拜發願回向 那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六 有沒有 這個六是什麼 我們的第六意思 我們之所以為什麼 能夠學佛修行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第六意思的作用 也就是我們能夠分辨 我們有這個明言的能力 我們能夠建立這種學習 這個就是第六意思的功能 那透過你說第六意思要學習佛法的步驟 跟次第是什麼 在佛法當中教我們的就是 文思修 論眼睛說 從文思修入三魔地 那這個就是透過第六意思的 聽文佛法 你讀經啊 你去建立政治見 這個都是從第六意思的這種功能啊 辨識分別的功能來的 所以你如果好好用你的第六意思 起貨造業的也是第六意思 可是讓你發奮圖牆精進向上 開發智慧顯現心地光明的 也是從第六意思的加工用平台的 好 所以這個我們的這種人的智慧啊 這個就是要好好的用在這種 見聞熏習佛法的這個部分 那你的生命就會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好那你看這邊 第八阿賴也是這個部分 是從這個生死業力的種子來進行調伏 那如果從第六意思這邊 從文思修下手的 那就是從我們煩惱的相去與否 你是不是會去一直去相去這個煩惱性 從智慧的養成這個部分來調伏的 所以他會經過文思修的這個過程 你們看到這裡有沒有文思修 那文思修通常在聽文的階段 聽文也就是像你們現在這樣 他會有一個叫做透過聽文所成就的智慧 叫文所成慧 那文所成慧他大部分就是要幫助我們 透過聽文 你讀經也是啊 你在誦經 那聽文佛法 這個時候所建立的文所成慧 他就是一個你對於生命的一個正確的認識 這個叫做正之見 正之見 那透過聽文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就是思維 你要把你聽文到的這個佛法的意 你要常常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去如這個經文 如你聽文到的佛法 所說的意義 來做如理的思維 否則如果你經過這個階段的話 你永遠沒有調伏煩惱的能力 因為你聽到的只是一個知識 你聽到的只是一個學問 那個跟你的煩惱沒有關係 你今天要讓那個煩惱退卻 讓你的正念 劇毒有那種調伏煩惱的能力 就是你要能夠常常去思維那個佛法 這個叫思所成慧 那這時候成念成就的就是你的正念 也就是你的清淨心 不容易起煩惱 一樣大家都會聽文佛法 可是有的人他面對境界因緣 他容易生煩惱 有的不容易為什麼 因為他境界因緣現現的時候 他會去努力的去思維他 煩惱會起 可是他放下的快 清淨心顯現 這個就是一個正念力的一個奢侈 這個就是思所成慧 那再來進入到修學的階段 成就的智慧叫修所成慧 這個就是不是只有清淨心正念 他已經是一種定力跟心性開發的一種智慧 所以叫正定跟正慧 所以這個就是文師修入三摩地 那這個就是從第二意識從我們每天哪 這叫因地 我們現在是不是因地 我們現在是不是因地 是啊我們還沒成就 所以都是在因地 你現在每天因地 除了送經拜燦以外 你要做什麼 就是要這個 從你的知見 想法觀念上去轉變 去轉成不容易起煩惱的那種正知見 清淨心 這樣明白嗎 這樣你的心才會不斷的 不會去相遇那個煩惱 才有阻斷 你對煩惱才有阻斷的力量 否則你如果煩惱還會去相遇的話 那你的業力就會怎麼樣 容易現行 就容易從種子洗現行 容易形成果報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那我們回到我們這個 勸發菩提心文的這個內容 這個偉的發心的人 他可能剛開始有發一個真 有發一個真的菩提心 要學習佛道學佛的智慧 可是因為我們人有太多什麼 業力糾纏 還有煩惱心的關係 所以你的發心 他變成不長遠 沒有辦法持久 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開始動搖 然後乃至因為你疲憊 懈怠的關係 放逸的關係 沒有辦法精進 去如實的去做一個修辭 所以這個是一個 偉的方心的一個狀況 被這種醉業煩惱所覆蓋 久了你的發心就不增了 你看 陳發良善心 菩提道心 可是自覺觀照力不足 正念力不夠 正之間補足 正念力也不足 借定慰三學 信心退墮 遠離佛法 所以常講 有夢心意起啊 意發 常遠心難得啊 有一句話叫 學佛一年 佛在眼前 有沒有 學佛兩年 佛在哪裡啊 到西天去了 學佛三年呢 佛化雲煙了 不見了 剩下自己最大了 那學佛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善惡 貪雜 黑白夜道 這就是偽的發心 這邊引用到 世清菩薩的實地經論 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一種 煩惱心啊 這種邪子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實地經論裡面 他說 諸凡夫心啊 墮邪見這兒 一共有九種 就是我們一般的凡夫眾生 只要你今天還沒有果證 還沒有明瞭 救明星星 之前你基本上都會有 就這九種的邪見 你看看我們自己有沒有 我們往下看 第一個 避易邪見 這個就是 避易指的就是指 無明啊 暗避 你的心意識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之所以為什麼跟佛 我們同樣都有這個佛性 可是我們就是無明不覺 不知道我們本來清淨 本來具足這個佛性智慧 這個叫避易邪見 而且你還以為 有一個我的真實性 可得性 有所得的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吃 之前有講相應這個我見 有四大根本煩惱 那個核心的根本就是這個 一面無明 這個叫我吃 與吃的吃 再來 焦慢邪見 常立焦慢闖固啊 也就是因為前面講 因為與吃一面無明的關係啊 彌附因緣啊 不知道這個業果的道理 還有本來無我 緣起無自信的道理不知道 然後就在這當中 妄立我法 就是一切眾生都在無死的生死當中 去執著有這個我相 有了我相就有什麼 我所擁有的 然後就有眾生 就有人相 就有眾生相 就有時間受者長短的 這種分別 這個就是四相具足 我相人相 眾生相受者相 就是從這個一面無明的 與吃開始展開 就有我見 這個開始了 我見你就強力一個主宰啊 認為我可以主宰 我要主宰這一切 然後你都不知道 這原來就是原型 我自信的 那個顛倒就顛倒在這裡 所以這裡開始就焦慢邪見 你有一個我見 然後呢 因為我見你就會想要去主宰 在主宰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怎麼樣 升起很多 三獨五獨的煩惱 然後你對眾生 你還會出現高慢的狀況 那自以為自己是對的 自視很高 這個就是這個 叫慢邪見 所以這時候 我吃 我見 我慢 都有 然後第三個 我愛 這個愛念邪見 就是我們常常啊 都在這個 欲念可愛網中啊 這個就是 因為你有前面的 我吃 我見 然後你有我見我慢之後 你會有這個 我的愛著 我想擁有的這個想法 那就不斷的去追逐這個 沉浸 這種以為可得的境界 結果就沒有辦法 就一直在那種 生死的愛欲網中 去輪轉 第四個 殘取心邪見 這個隨順殘取凌固啊 殘取就是虛狂不實 叫做殘取 為什麼這裡叫殘取 今天你 離開了你原來的本心啊 那個決心 你本決不決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是叫做殘取 你被決合成 你被決合成 這個就不實了 其實我們就沒有在這種 執心上面了 這個叫殘取心邪見 那這個時候通常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就是 於可得處 喜 殘狂邪見 殘狂區區 虛而適時 這個可得處啊 這個可得處 我們每天都在發生 你都覺得你可以掌握主宰 什麼事情有沒有 那個就是你覺得的可得處 或者是你想要把握什麼樣的一種因緣 人事物的時候 這個都是我們的可得處 那通常我們人 當你要在追求一個事情的時候 跟因緣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不擇手段對不對 你會想盡辦法去得到它 這個就是在可得處 你會發生的這種殘取心 那就是被決合成的一個狀態 就開始了 其實每天日常生活當中 都一直是有這種經驗的 以為可得啊 再來 千吉邪見 這個就是 剛剛是講可得的部分 你就離開了你的本心了 你離開那份清靜跟寂靜 你就為了去追逐 然後你就殘取不實 那千吉這裡開始講的就是 你不可得的地方 也就是你得不到的地方 那通常你想要得不到的 你會怎樣 你會嫉妒 對不對 你會嫉妒我們那個水燦啊 水燦裡面就有燦為很多這種 連黃燦也有 因為嫉妒心而去怎麼樣 害人家 這個就是千吉邪見升起的 於不可得處升起嫉妒 那於已得處呢 你已經得到的你怎麼樣 你就不想要給人家 對不對 這時候就是千利了 千貪的 千貪的心 所以你看我們人很好玩喔 於可得處你會怎麼樣 一直去 開始背絕合成 想要去追逐他 那追追追追不到 開始心生嫉妒 想辦法加害 想辦法去奪取 有沒有 你看我們在追求那種情感啊 世間的感情的時候 還有地位啊 民生成就的時候 是不是那過程 有多少人被我們害死了 都是這樣的 而且你從無死的生命以來 這個為什麼 其實很多喔 這個世間的這種 現在看到 現前這些陰陰緣緣 都是歷史重演耶 都是不斷的 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陰陰緣緣的果報 一直不斷的在重演 重新在演這個連續劇 從古代已經到現代 那個戲碼都差不多 只是因為現代的那種工具更發達 所以他可能裡面的一些場景會轉變 可是本質的煩惱喔 是沒有變的 跟這種邪見是一樣的 好 那以德處就升這個簽令了 好 那因為 簽他極度的關係 就會讓我們 有一個不好的一個 惡業火爆 好 然後再來第六個 極業邪見 這個就是我們不是只有 可得處 不可得處跟以得處喔 這個就是我們不斷的不斷的 一直在增長我們的煩惱 極業 極業就是極啊 這個業的業力的一個集成喔 是因為我們有煩惱的關係 就是貪生之慢移 所有種種的這些煩惱 好 來期貨造業 寢入業行 這叫極業 那第七個 催心釋火 赤然邪見 這個在水灿的第三卷 下卷 好 有灿一個催醉心火 好 這個就是我們 那個 你們有沒有 經驗就是 你們 空投也兒 就是那個 你們有沒有燒過那個 炭燒的火 有嗎 那你總 火總下去之後 炭放上去之後 它燒起來你要幹嘛 你要不斷的煽風對不對 煽風點火 你要煽風有氧氣 它才會助燃嘛 好 這個催醉心火 就是代表說 你內心的這個煩惱 你不斷去 不斷去煽動它 然後結果它就怎麼樣 一直燒 一直燒 而且越燒越旺 這個就是催醉心火 好 就是我們不是只有 貪生之慢移的煩惱 你還一直含恨在心 然後怨念不捨 然後一直很堅固 要去追念 要去報仇 要去怎麼樣得到手 有沒有 這個就是催醉心火 就是不斷的在煩惱上 一直讓它更刺身喔 這個也是一種邪見 因為你不知道要停啊 你不知道要停下來 你看從剛剛的這個 併義無邪見有沒有 就從一念無名開始 就是一直怎麼樣 一直這樣接續 一點一點這樣下來 這個每天我們日常生活 有沒有發生啊 有啊 都在輪轉 這個 而且你都 預期 暴惡業啊 這個煩惱希望加諸於其他眾生的這種 自然的這種怨念啊 就是不斷的一直自然不行 煩惱蒙風 現前所催 燃邪見之大火 這個是第七個 然後再來第八個 企業就是 你不是只有煩惱自身而已 已經付諸身口了 這個叫企業邪見 然後所作與顛倒相應啊 就是跟你的 因為邪之間 妄想顛倒的關係 付諸身口 而有身口的造作 這個業就形成了 你可能在打妄想的時候 那個業還沒有成就 還沒有付諸身口 可是你一旦起業之後 你身口有所造作 這個業就圓滿 就成就了 就會有它的未來 就有果報在那邊等著你 再來第九個 最後一個叫 心意是種子邪見 隨順玉露 有露 無名露 這個玉露有露無名露 無名露這個叫做三露 露就是失 就像杯子你有露 你就是會失去 就是三界當中的這種 為什麼叫露露 就是你這個煩惱在三界裡 善的果報跟福德 都不容易完整跟圓滿 就是常常因為這個煩惱 而有缺陷 然後這個三露 相續起心意是種子部 這個叫做心意是種子邪見 換句話說 從剛剛的無名不決 異議邪見開始這樣一路下來 這個你所有的身口意形的這種 心念造作也好 都會變成什麼 他都會變成你第八愛愛也死當中的種子 然後結果因為你這個都是跟我相應的 跟自我意識相應的 所以你的生命 你的種子 你的八世這邊 有沒有重大生死業力的種子 這邊業力這邊 你褲藏的都是什麼 都是這些邪見的煩惱 所以你在生死當中不斷去起線型的都是什麼 都是你自己去造作來的這個線型的果報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心意是種子邪見就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我們不是發古提心的狀況的話 我們就是跟這種 我吃我見我慢我愛相應的 跟這個無名顛倒妄想相應的 所以我們就是不斷一直在這種生死虛妄的輪轉當中 我們一直不斷的起貨造業受果報 起貨造業受果報 起貨造業受果報 受到什麼時候 沒完沒了 除非有一天 你開始真的 要拿你的第六意識來學佛 從文師修開始 去調整你的陰 然後你的生命就會開始轉變 所以我們學佛修行不是只有念經拜慘 很重要的一塊 我們這個黃色的牌位叫什麼 它叫做聽經牌位 超度也對 那可是要怎麼超度 就是你要從你的正直見 你要去熏習佛法 你要去轉變我們這個邪見的因緣 煩惱的因緣 你才有辦法得度 否則你每天都那麼執著 那麼堅固 那麼煩惱 要讓你去阿彌陀佛那裡 你去得了嗎 沒辦法的啊 你現前這一面煩惱心都放不下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能到極樂世界去 這樣明白嗎 我們到佛門裡啊 包括我們現在在做七個這些家屬啊 我們為什麼立那個黃色的子 一個牌位 這個是一個神式的一個依託 讓他暫時有個去處 在這邊安住 那你說在這邊怎麼安住 那這跟在家裡有什麼不一樣 在這邊就是什麼 早上上早課 晚上上晚課 禮拜天要共休 禮拜六樓上獎金 通通都在怎麼 都在聽經文法 都在幹嘛 改變之見 顛倒妄想 就是這樣 然後早一點 放下那個執著心 放下那個怨念 放下那個衝突 跟對立 超度就是這麼一件事情 就是要從你的自見改變去 你要從超度自己開始啊 這樣明白嗎 所以說做佛事啊 很多人都誤會了 都以為做佛事就是 師父這個錢給你 你幫我念經 經是念的啊 沒有缺 但是呢 那個煩惱心還在啊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自己要加把勁 因為煩惱是在自己邊上 不是在哪裡 不是在外面外頭的 這個自己要想個辦法 那我們 在生的時候 有因緣聽到佛法 就好好開始去奴隸思維 然後法水法心去 如法去行詞 否則我們的發心就是 這個講的偽的啊 都假的啊 就是表面上都做了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受用到 我不曉得 那要等到接下來的因緣 再產生什麼樣的一個 受用的時候 苦到的時候 你才又想起來 我要做什麼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 常常在生死當中 就是麻木啦 麻痺了 習慣了 也不覺得需要改變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我們常常 讓下去 讓自己想辦法 就是入到這個佛法的 這種清淨心裡面 這樣久了之後 我們的 你的生命啊 它就是會一直是一種 真善的狀況 因為你是界定慧的奢侈 你是文師修的這種奢侈 菩提心的這種狀況 那你就是會 比人家都還要順遂 所以這個 福德因緣是要自己去創造來的 而不是靠外來的 喝大杯水 當然喝大杯水是有效救急啊 可是你不能就是一直 只喝大杯水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跟加持是同樣的道理啊 自己 我們自己做佛弟子 自己學佛 很多要反求諸己啊 這個因果上要做好 再來就是你要入到那種空性 這種實相的智慧 然後能夠有一個清淨心 能夠去受持這個佛法 面對一切眾生的因緣 你要有一個妙有啊 清淨妙有的心 這個中道實相 這個慢慢要去學習 這樣我們的生命就會 越來越富貴 越來越莊嚴 這個就是自己成就的 心性賢巴的 那個不是照做來的 是本來具足的 好吧 加油囉 然後所以這個是偽的發心 那這個真的發心齁 我們年終法會的時候 我們再接下去講 年終法會每天都有開示齁 所以可以比較完整的去講他 齁 那這個我們就兩個禮拜齁齁 還有兩個禮拜我們就念禁了齁 下個禮拜要試餐 再往下一個禮拜就是送禁會 好那希望大家如果沒有出去玩的 有空的人就來念禁 好來聽開示 好 那我們拿回向 願以此功德 莊顏佛淨土 上報是從恩 夏季三屠虎 若有見聞者 西方菩提心 敬此以報聲 同聲華藏國 來看 好 好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